在今集開始之前,想藉著這個機會多謝大家 小弟意想不到,上一條炸雞腿竟然可以得到這麼多人的支持 竟然可以上到這個trending的第二位 小弟見到之後都非常之感動,非常之開心 所以在本台社群的那一頁,有一個投票區 大家可以選擇投票或建議有什麼茶的東西想吃 我未來幾個月都會做一下 事不宜遲,今集我們做這個羅宋湯 外面的羅宋湯通常都是水汪汪,通常都沒有材料 今集我們做這個非常相似,而且是淡淡肉,非常足料,可以吃的羅宋湯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會用的材料 這裡我們有大約半斤的牛腱,會用到半割的椰菜 一堆的蔬菜,一割的洋蔥,兩粒蒜頭 材料的份量,記得留意片尾的部分 好了,第一件事,牛腱洗乾淨,拿去出水 出水不再膠了,大家看回我以前的片段就可以 然後兩棵蒜頭,我們不用切成蒜蓉 我們將層衣撕開之後就可以將它按散 完成之後,我們先放在一邊 然後一個洋蔥,剝衣之後就可以切成洋蔥粒 然後其他的材料,包括蕃茄,紅蘿蔔,西芹,甚至乎薯仔 全部都一樣切粒 非常容易,只需要一點時間就完成了 然後少許資料要講一講 就是這一集,這個羅宋湯的份量 是足夠你煮到8碗 住家的湯碗,不是飯碗 所以如果大家想像茶餐廳那些 一碗仔,一人一碗的 你可以把材料減一半都可以 可以 另外要注意,西芹,如果你會吃的話 記得切它之前 將外面的層衣撕開 紅蘿蔔,薯仔,記得去皮 然後蕃茄不需要去皮 之後有些紅椒和青椒 大家可以把頭尾切開 然後把那層肉切出來 中間的芥末扔掉 然後把肉的部分切粒 搞定之後用容器裝起它們 然後椰菜切開一半 把芯切走 然後把最外面的一層皮 即是那層菜撕走 再把它切成四份 搞定之後就可以放在一邊 這個時候牛腱應該差不多出水 看到起泡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 下一步我們將它用水喉水盆開 直到你的手不再能夠感覺到它熱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來切粒 牛腱通常有一邊是牛筋 我們首先把牛腱切開一半 然後把根切走 剩下的部分我們再切一半 然後再把它切粒 切的時候千萬不要切太細 因為我們煮的時候 它會縮水的 所以我們想做到一個 叫做 Bite Size 一口過咬得爛 這樣就不要太細粒 太細粒就沒有了口感 坊間有些做法是用牛尾 但牛尾實在太過肥 太不健康 反而如果你想吃它的話 牛腱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其實說起羅宋湯 小弟很多年前在金鳥吃的時候 金鳥的羅宋湯 其實小弟覺得是最好喝的羅宋湯 但自從2046這個電影出了之後 我就沒有再去 聽說羅宋湯的味道都已經不同了 其實現在 這間茶餐廳或這間餐廳的羅宋湯是好喝的 知道的,告訴我 我想喝一下 然後我們用小火起鍋 爆一下蒜 千萬不要心急 不要讓火太大 我們用小火慢慢煎炒 炒至少許金黃色 然後再加茄膏炒 茄膏的份量大約是2湯匙左右 大約30秒後 就可以把剛才切得很辛苦的蔬菜倒進去 大家要留意這裡不包括椰菜 這個時候不要放椰菜 好了,讓我告訴大家這裡有什麼 這裡有青椒,紅椒,番茄,薯仔,紅蘿蔔,洋蔥 份量好像很多 在這裡我要重新一次 今集這個羅宋湯我是做出來拍街坊 如果你在家製作,記得把材料減一半 但怎樣也好,番茄的份量我建議保留 因為羅宋湯主要的味道都是在番茄裡 好了,我們不要再吹水 這裡你炒的時候 你的目的是要炒到番茄出汁出水 出到好像現在這樣 然後假如你是像我一樣 打算是做一盤大的羅宋湯出來拍街坊 又或者你的鍋是不夠大的話 這個時候記得拿一半出來 因為這個鍋不足以容納我之後加的水 然後這個份量的羅宋湯 我會加半杯的茄汁 然後把它拌勻,然後加牛扇 然後放一條牛筋 有的話 這裡有兩片的月桂葉 記得這個是半份來的 這個時候我們先把它拌勻 拌勻,然後加熱水 加多少呢?加到剛剛蓋過的材料 再多一點,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把剛才我們的椰菜放一半 完成之後我們把它拌勻 然後整個鍋會慢慢滾起 但它需要一點時間 這個時候它會一直滾 滾到它好像大滾的時候 我們再攪拌它,避免黏底 然後再繼續由它滾 滾到5-10分鐘,令到醬汁收一下 這個時候兩個鍋的情況應該都差不多 眼前的份量,意味著這個鍋 已經可以容納我們剛才筆出來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百鳥龜巢都倒進去 沒有辦法了,我的鍋太細了 有時候茶餐廳做羅宋湯 一定是做一大盤出來 甚至乎你喝些很稀的,可能已經到尾聲 差不多收檔了 沒有湯,所以就加一點水 然後加一點調味上桌給你了 還有省皮也很重要 所以外面水汪汪的羅宋湯都是情有可原 家製的,才可以調教你喜歡的份量 在你攪拌它的途中 這個羅宋湯會開始出煙,開始微滾 直到你看到它有些泡沫出來 即是開始想滾的時候 你就可以蓋蓋 有它用的小火,煮它一個半小時 記得一個半小時是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太快 我們的目的是要煮到牛的味道 散發在湯裡 將蔬菜煮到軟 才是羅宋湯應該有的口感和味道 然後記得每三個字回來攪拌一次 然後最後15分鐘 將檸檬汁擠下去 這個檸檬汁其實都是羅宋湯主要的味道 你不加,味道就不像了 這個時候攪拌,攪拌後 然後再煮到蓋蓋 煮到三個字 15分鐘後回來 然後第一步 加入1茶匙的砂糖 這是主要調一調的味道 然後攪拌一下 攪拌完之後 就可以試一下味道 如果有需要的 你可以加入少許鹽 但千萬不要太多 這個時候你可以試一下 牛仔的軟度 基本上它應該軟 如果它不夠軟 就讓它炆多15分鐘 然後調味的最後一步 就是這支 Tabasco 小辣椒 有些人說它不吃辣 或者不喜歡點辣醬 但如果你是喝羅宋湯 Tabasco一定是必要 羅宋湯 是不會沒有Tabasco 一定有 只不過是份量的多少 你可以首先試四分一支 不夠的 就加多一點 去到三分一支也可以 這個是很視乎你個人的喜好 你想辣一點的 你整支都可以 好,假設你試完味 味道是對的 滿意的 那你就可以蓋蓋 然後關火 睡覺 睡覺隔夜之後 羅宋湯是最好喝 當然你想快點喝 你可以馬上喝 但小弟建議 如果你不是心急 你放幾個鐘 待會回來喝 好很多 你不相信的,試一下 好,這個就是幾個鐘 不是,隔夜 這個就是隔夜回來之後的羅宋湯 正所謂可以吃的羅宋湯 一定不會水汪汪 大家喜歡的 可以加少許通粉 這樣做 隨時可以變成一個 可以吃一碗過的晚餐 大家有時間試一試 這個其實是很快做完的 我想兩個小時內 包你切菜 炒菜 甚至乎你有剩餘的 第二天 帶上班 或者請人喝 這就是牛煎的軟度 雖然它軟 但它不是柴 吃起來都蠻好吃的 這個就是我羅宋湯的質地 到最後 如果你關心牛筋的情況 我可以告訴你 牛筋是軟的 好,今集是這麽多 喜歡的朋友 請按LIKE 讚好 分享出去訂閱頻道 追蹤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我們下次見 拜拜